刀人修行的神秘山洞 相传留有神秘古书 没有判现对研究数日并未近的其中 河南他们的房子是砸的 我叫他我得搞清楚 我说你把这个绳子刷个打出来 沿路遍布齐花异草 今日我们利用专业设备准备钉盘入洞 人已经岁月沧丧的洞术 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张光洞的下方 听老人讲 之前在他房子的旁边那个位置 是有一座道观 张光洞人以前从那个道观 就一步飞跃到半山的山洞里面 就说里面还藏着有一些书籍 现在我们就去探明真相 现在我们沿着河滩上行 专业的开路队员在前面 我们准备横跺过去 你要小心 刚刚在这里闻到了一股黑色的味道 我们走到这个山脚下 发现这里有石头气的围墙 这应该是前人在这里做了养殖的 为牛啊羊啊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来到了那个山洞的正下方 大家看这非常的陡峭 然后这是我们户外小北 在探探这个开路的路线 准备从这里垂直而上 我第一次出来户外探险 就碰到这种 副角度的高难度的崖壁 大家觉得我能够成功吗 这是我们的开圈队员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来旋转一周 旋转一周我不会啊 现在小北已经做好了第一个锚点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们也是做好了安全措施了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现在小北已经上到快20多米的高柱了 第八个锚点 这位大叔说 我们入洞口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里面有猴子 我们等一会上去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猴子生活的痕迹 现在把全套的安全装备搬带好 我现在开始上升 商业操作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好 经过艰苦的攀登 我现在已经抵达洞口 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进洞了 里面发现有草木灰 肯定是有人来过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上来的 好 现在我已经安全抵达这个洞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洞口这里 这些石头是人为堆砌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边 这个洞顶上面的 圣水里面的矿物质形成的这些石破 也是非常好看 看一下究竟有没有老人口中所说的三本宝书 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这里面也发现有很多羽毛 这个石头看起来是一层一层的 不知道这个里面有多深 的话我们进去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顶上这些小洞是非常的漂亮 哇那里还有一个石牙齿一样的 石花一样的 很漂亮 我们从这个洞口进来 大概十多米的位置 就碰到了这个很狭窄的这个洞口 它就是上面的第二层是连接起来的 但是从这里是进不去 比如说我们只能再退回来 哇 大家看到这个顶上面是非常的漂亮 有很多细节才给大家看一下 就好像是什么东西编织而成的 一种很梦幻的感觉 我现在从这个洞口爬上来 到第二层再往里面去 上来了上来了 近距离接触这个星空顶 梦幻顶很漂亮 是什么情况 休息一下 哇那边有一个小可爱 你看一下还没有别的洞道 老人说这里面伸得很呐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小北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哎呀前面是什么情况 前面你去看一下吧 我感觉我这个块头是抓不进去了 这里只能匍匐前进 这里艰难挫车 慢一点 好像前面已经到尽头了 这个洞 哦艰难前行 在这里并没有找到老人说的神秘的箱子和三本古书 走到这里我人已经是救了 大家看到那个没有 藏得很深啊你 现在我退回来了 等从这里 人都返回 这个洞口这里 下到一层 哇 好到现在为止 这个洞我们就已经探明了 里面虽然说没有发现 老人口中所说的木箱子和宝树 也没有发现下面刚刚那个老人说的 里面有猴子在里面生活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景色 我觉得很满足了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向阳 下期视频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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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ари 看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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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